好,哈囉各位,我是今天最後一個講者,我叫林玉宏 那在開始我這個主題之前,我先問各位一個問題好了 在你們身邊有沒有就是跟你一起擁有相同夢想的人? 有的話可以舉個手嗎? 好,看來數量不是很多,好沒關係 那在開始我今天這個主題之前,我先跟大家簡單講一下我的經歷 我是台灣人,這廢話,但是我在馬來西亞過了18年 我目前是在台灣,今年是第四年,所以我算是半個馬來西亞人 然後我為什麼會去馬來西亞? 是因為我爸他其實是一個創業家,他把他的廠設在馬來西亞 所以我們全家就搬過去了 那這跟我今天講的故事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今天講的這三個人,其中一個是我,另外兩個是我在馬來西亞認識的高中同學 那這三個人,我好年輕喔 這三個人就是從國小陪我一直到高中,我們一起同班了六年 那我們三個人都有同樣一個夢想,我夢想就是成為創業家 所以我們在高中的時候就告訴自己說,我們一定要成為創業家,然後一起努力 那先來講一下最右邊那個人 他其實在前年的時候就開始做設計 他是設計像iPhone的那些殼,外殼 然後他又把那個設計拿去日本,拿去賣 但是他這個生意到後來失敗了 那他跟家庭也有一些爭執 他媽就跟他說,你做失敗了好好去找份工作 可是他說,我想創業,我不想工作 那他就跟他媽說,你再給我一年,一年的時間如果我做不到,我就聽你的話乖乖去工作 那在這一年當中呢,他就跑去做甜點 那他現在,這是他的網站,他現在做成了 所以其實我蠻聽他感到欣慰了 因為他已經朝我們之間的夢想走了一步 他現在做這個東西,每個月雖然沒有賺很多錢 不過正在起步當中 那介紹第二個朋友 這朋友呢,他後來去英國念書 他去念化工系 因為他跟他,他念這個科系是因為 他爸在做的工作是跟化工相關的東西 那他去讀這個科系,後來讀回來 他跑去他爸中國有一間工廠 他跑去他爸工廠那邊做 那他爸就叫他,你繼續在那邊做 然後就是後面有靠山沒關係,就在那邊學 可是學一學,他又不想繼續做 他覺得我也要創業 而且我們之前三個人已經講過我們都要創業 所以他後來就自己跑去賣白咖啡 那這個是他的網站 那他這個東西做了半年 去年六七月的時候上網路 那目前也是就是剛起步 但是也讓他做起來了,就是有收入 那這兩個朋友其實 在我跟他們的約定當中,其實我脫離他們很遠 他們都已經開始了自己的事業 那我目前呢 這是我在台灣 然後這照片是 這張照片是 就是我之前對Photoshop有一點興趣 然後去做,然後成品有點爛 大家就看過就好 那我目前在台灣 那公司的部分 我爸有一間廠 我朋友就問我 你就直接當富二代就好 就你直接當老闆啊 你爸退休之後你就直接接他的廠 你為什麼不做 我就說 不是我不做 就是 因為我爸做的工作是 設計玻璃纖維 這也知道玻璃纖維是什麼嗎 就是像化工的桶啊那些 然後他們那些桶的那個材質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爸是做玻璃纖維 那我之前我去我 我小學的時候 我去我爸那邊當實習生 然後 就小學 因為那時候暑覺 我爸你過來那邊幫我做事 我讓你嘗試一下什麼叫 辛苦 然後去做 然後那個東西很癢 就 好啦 可能我吃不到苦啦 但是 那個領域真的不是我喜歡的領域 所以 我就跟我朋友說 我不想 做我爸這一條路 我爸搞不好以後 把廠賣一賣還是怎麼樣 反正那是他的事 anyway 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所以我就跑去當 小編 小編呢 這是我 跟 其實算是我創立的啦 但是 後來就加入了 MAD 對 他後來是其中一個小編 那為什麼要 創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當初創的時候 是因為 我發現 因為我蠻喜歡閱讀 可是我覺得 閱讀 我的 網站很多那些標籤 就是你有興趣的網站 你都會放一個標籤嘛 或是有些人可能用Google Reader 不過 七月要關了啦 對 書籤 書籤之類的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很麻煩 那我倒不如做一個網站去整合那一些 我喜歡的網站 我以後直接登錄這個網站 然後再登錄我的 我想看的那個網站就好了 然後後來就做了這一個東西 那後來 我的另外一個朋友 敏俊 他就 有一天跑來FB密我 他就跟我說 欸 我覺得我之前也想做你這個東西 我說喔 真的嗎 他就說 後來聊一聊 他覺得他也有興趣 他就說 那我們為什麼不能寫文章 我說 欸 有道理耶 只是整理文章還蠻無聊的 那我們就來學寫看看好了 那我就跟他開始寫 那 像部落格的經歷 剛剛李約也說得很清楚 就是真的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那這個東西其實 我現在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只有想幫 我認識或是我不認識的人 寫他們的故事 跟焦點有一點像 就是焦點間是我出來跟你分享我的故事 但是我是想幫你們寫故事 然後透過網路去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你們生命當中有哪一些故事 就是很值得分享給其他人知道 像我今天來 我剛開始前面介紹兩分鐘 我也是在分享我朋友的故事 我講這個東西也是在分享我跟我高中同學夢想的故事 所以我想做的是這個 寫故事這個東西 那另外一個東西是 這一個網站 我目前沒有跟我 就是我partner他們談 但是我希望就是之後 這個網站不是屬於我們自己的網站 我希望如果你對寫作有興趣 你可以跟我們講 你也可以加入這邊 我們一起來寫 因為 相信我寫一篇文章真的 不容易 我的第一篇文章是花了五個小時才寫出來 就找很多資料 看了看了看了 然後終於最後寫出一篇文章出來 那我最後想做到的東西 怎麼一直跳 想做到的就是 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一起寫 一起經營這個部落格 寫什麼 Anyway 你想寫什麼 你想跟大家分享什麼都可以 但是前提是 你每個禮拜都要寫一篇文章出來 目前藍絲小部有三個小編 那我們禮拜一到禮拜 我都會每一天都會有一篇文章出來 然後週末是休息 所以我們就是有自己的時段性 就是規定你每個禮拜都要出一篇文章 然後 2008年12月18號的時候 我從馬來西亞回來了 然後這幾年當中都沒有回去 然後今年7月因為我的學校 100週年慶 所以我要回去 然後我很期待跟他們兩個見面 因為 他們兩個已經朝他們夢想 就是我們的夢想走了 但我目前還停在寫部落格的階段 不過呢 現在有加入一個青年創業社 可能也是一個彌補心靈小小的安慰 但我希望 可以透過寫部落格 把我的想法表達出來 然後慢慢更接近 我跟他們約定的夢想 也希望你們可以有自己的夢想 然後朝你們夢想去前進 我分享到這邊 謝謝